从画面中可以看到转运站市区公车后车亭的屋顶 一边长一边短 而乘客的座椅刚好会在比较短的屋檐下 碰到雨天 雨水就会喷湿座椅 致使乘客不敢坐 让当初的美意打折 因此先议员黄定河便建议相关单位尽速来改善 让乘客有一个舒适的后车空间 依然转运中心旁边这条民权干道 它的市区公车停靠站 旁边有一个后车亭 你看它的屋檐一边刚刚好 一边矩一边 矩一边这个地方 如果落后坐在那儿 等候公车一定满到后 所以说民众很多都来靠服务处来欢迎 说这个是不是 让它改善一下 落后是坐在那儿 没去压到后 宜安转运站的公车后车处旁边这里 然后这边的话许多长辈都会在这边 在等候我们的市区公车 不过我们可以发现说上方的屋檐 其实非常的一个短小 那导致在下雨的时候或是稍微风大一点点的时候 这样会让民众淋到雨 也希望相关单位能够协助改善这个问题 另外后车亭另一边的临时接送区 则是空荡荡没有座椅 等待接送的旅客只能站着等亲友来 相当不方便 为此还原也希望在改善后车亭屋顶的同时 一并来增设座椅 家会等候接送的乡亲 宜蘭新闻记者赖福新采访报道